《鄭志君》 《鄭志君》 下一位是鄭志君小姐 謝謝小姐 我們是一個創作團體 對這次的修訂非常關注 我們覺得其實 以此創作的很多種類 剛才也有不少人士都發現過 鄭小姐你等等 我看不到鄭小姐發現的樣子 麻煩那個不要遮住 請收起來好嗎 不用 不好意思 請將它放下 你發現完了之後 就要將展示的物品拿起 鄭小姐同意展示 對不起 這裡是沒有東西可以商量的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就請出去了 好嗎 請收起來吧 好 好 請收起來 姚仲康先生 我希望大家遵守這個議會的秩序 如果是有意在搞事的話 我是不會容許的 我是絕對不會容許的 好嗎 鄭小姐 是 那我繼續 其實我們認為 剛才也有其他人士都說過 有些作品是不用二次創作的手法 根本上做不到那個效果出來 尤其是諷刺那件事 或者那個作品的一些作品 另外就是 其實改圖、改片、改片、改片歌 這些二次創作 不是一定會說傷害、影響原作 有些時候甚至是會幫助那個原作去宣傳它 例如一個都幾經典的例子 就是在網上有不少的人都惡搞過一段片 就是原片叫做 《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夜》的其中一幕 那一幕本身是德文來的 沒有人聽得明白 有不同的人士加了一些不同的字幕 有罵某間網絡供應商不行 有罵一些動畫的結局很不滿意 就是什麼都塞下去的 也有的 但是說真的 如果很多人都不是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不是看原底那條片 不是原底 看完看《希特拉最後的十二夜》那條片 但是因為看了這些片之後 他反而會對這條片有氣趣 反而會走去看這條片 到底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人改的 反而是一種吸引 另外 這次的修訂有幾個問題 第一 就是政府可以跳過版權持有人 說小市民是侵害版權持有人的利益 但未必一定要問版權持有人 是不是真的侵害他們的血液 那就可以起訴一些非商業用的以此創作人士 其實都很可怕的 真的可以說 可怕的說句 真是文字獄都可以的 另外就是向公眾發佈的定義 真是很廣闊 即使是 只要在網上傳播 就已經是 最可怕的就是 Facebook 是會分享給朋友的朋友 在你不知道的情況下 已經分享出去 是一個很危險的情況 一大堆小市民 如果他不懂電腦 不懂設定好的話 那他就中了支援了 這個是很危險的事 另外就是給OSP一個小時免費金牌 不是每個OSP都有這麼多資源 24小時有人在 那他們過了一個小時 那他們就糟糕了 那還有就是cash 那些版權收費 是海鮮價來的 普通人是負擔不來 但是沒有法律規管 那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多謝主席 好 謝謝你 下一位是胡志聰先生 主席 各位官員 各位議員 張署長 你是不是在這裏 張署長 咦 今天是你的party 你竟然不在這裏 逃避我 你在樓下買腸粉 你知不知道 張署長 我自從這個06年 那時候你都未做收聽 你就是副署長來的 那時候已經開始去約見你 那時候我們呢 記不記得那時候 何國良 教授 但是我們整班 超過一百個的 這些二次創作 非商業使用的創作者 在這裏見你 整個lectual theater 都在這裏 跟你講 怎樣 為何要立一個公平使用 在我們香港的 板橋條例那裏 你就是拒絕 但好像剛才這樣 我唱了一首歌 是這樣的 我就是二次創作 於是 一個都算是公眾地方 cash又可以收我錢 一個香港作曲家 作詞家協會 但是我們很多作曲作詞 都不是這個協會 那究竟 我這樣唱了一句二次創作 傷害了 那首原作 甚麼商業利益呢 還是純屬一個表達思想的一個工具呢 我們其實也都見過 張處長 張理的上任 謝淑芳處長 那時候呢 在2007年4月 那時候我們見到 謝處長的時候 謝處長說 其實我們的法例 是容許一個parity 容許一些 惡搞的議事創作的 因為言論只是一部分 那時候 謝處長說 為什麼他不把法例 加上甚麼公平使用 那些 就是他說不想捨得太死 他說好像切肉腸 sasage 如果把一些肉腸 切得太細片 那很多東西就會走死了 但是他是說歡迎 即是如果有些甚麼法例 捨得更加保障 這些二次創作的言論 歡迎我們提意見 那時候大家是談得很好的 但是換了張副處長 上了入不夠兩個月 就立刻推而加這個 這樣的諮詢草案 包括我們一直很反對的 就是將這個 二次創作 非商業使用的 裂了做 不止犯法 還說是刑事化 那如果這樣刑事化 其實 講真的很多地方 錯誤了 剛才有舉個日本 已經死得了 日本整個創作界 都是由二次創作撐起的 其實香港一樣有影響的 例如香港有很經典的例子 叮噹網站 給一個國際影業 說它是侵權 要執 自此之後 香港上了叮噹大長編 提票房 對不起 還有 香港一些收費的組織 比如前面有甚麼影響協會 有甚麼其他 我拿我家寶 我的作品去影響 我家寶 你收帳 就是你收我的錢 你幫我收我的版權錢 那是甚麼道理呢 我的創作變成了你收錢 詳細的東西 不說那麼多 我個人意見書 寫了每一條條例 有甚麼條例是有問題 要怎樣修訂 希望各位議員 可以幫我們反應 可以幫我們修訂好 一些惡法條例 多謝 下一位是鄭家鎮先生 好 你好 各位上網都很多年了 很多科目都玩過的 就版權修訂 我有二十幾點想說一下 第一就是條文裏面 將網上有辦法看到 就叫做向公眾傳播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之陷阱 就好像他現在將電視 電台節目都歸類 做這個刑事 我覺得不是很適當 例如 A將一段新聞段面 放在封閉的社交群組 只有核准成員才能看到 但是核准成員只有幾個 那是不是向公眾傳播呢 那執法人員會不會因為 任何網民都有機會 成為核准成員 就將它定義為公眾呢 那我認為在互聯網 這一類資訊特別流通的媒介 修訂條文應該說清楚 什麼叫公眾 利用剛才的社交群組 和一般討論區為例呢 假設內容是需要用戶 註冊登記後少可以瀏覽的 那瀏覽者的身份 已經是某個網站 或者某個組織的成員 那是不是仍然符合法律上 公眾為止不特定的大部分人的定義呢 第二就是香港的安全港那個問題 那根據條文呢 那如果有人舉報那個網站侵權 而那個用戶又不服氣的話 或者他想抗辯的話呢 他就要將自己的個人資料 給這個投訴人的 那這個會引起一個私隱問題 那另外就是一些有財有勢的公司 例如某個補業集團 那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見有人引用他們的說話 或者批評他們呢 就會真的投訴的了 那你就知道網民 就不會這麼意識死貓的了 那是不是那個網站管理人員 就要將大量會員的個人資料 交給那些公司呢 那你怎樣投訴那些個人私隱的資料 會不會被人濫用呢 那除此之外 執法人員是怎樣確認那個網站管理人 是不是知情或者參與呢 那網上很多討論區 都有資源分享區的 就講回比較出名的 例如沃通Discord那樣 那執法人員會不會因為這樣 就覺得網站人員 就免許網民上載侵權物品 就將控制網站的管理人員 串謀陷架鎖犯罪呢 那管理員會不會因為這樣 經常無辜被執法人員拘捕 或需要面對大量的法律程序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不是已經沒有了 安全港制度的原意呢 另外一般的網站管理人員 是怎樣可以查證 網民上載的東西是否侵權呢 那如果證實不到的話 又怎樣將它禁止或者生存 那網站管理人員 沒有可能因為 怕網民上載了聰明物品 就索色不被人上載 那是沒有可能的 就正如美國的台灣 一之後也沒有可能 怕中東人恐怖分子 就不給中南律經一樣 那所以我覺得 網站管理人員 其實就很難維護 言論自由 和保護官員中 走出平衡的 那還有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什麼是達到損害 反權持有的人的程度呢 都是很含糊 亦都是任他們說的 但是A買了一本雜資 那他就將某幾頁 例如說某個明星離婚的新聞 分享給他朋友 阿B 那之後阿B的朋友 看到挺有趣的 有用分享的功能 放在這個牆裡面 那A 但是從來都沒有想過 給阿B的朋友 就是給阿B的本人了 而阿B也都沒有想過 他那幅牆裡面 就是Facebook的 有未來會分析出去 那雜之中 可不可以還給阿B 不是 還給阿A 因為阿B和B的朋友看了 而給阿A 追負經濟先生呢 我講到這麼多 謝謝 下一位是 廣東人主席 是 主席你好 大家好 我覺得今天來到 首先想說 有一點點遺憾 因為我們的知識產業處 處長張錦輝先生 他又不在了 如果有哪位 會見到他 代我和他 大聲招呼 張錦輝 我Hi 伯母 現在講回 這條條例 講回主題 我是以一位網民的身份 在這裡 想表達意見 我覺得這條條例 如果通過了 對網民覺得很危險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直接回答你 我用個故事回答你 是這樣的 有一個很有創意的年輕人 暫時叫他做阿登 阿登 有一天走過村口 看到人仔在那裡擺檔 在那裡買香蕉 看到一個招牌 寫著 又甜又抵食 成口一滴滴 這個時候 阿登想起 他們那個惡霸村長 村長燒 他覺得 大家都不喜歡他 他想用這個機會 表達他的意見 他即直就創作過 就在那個招牌下面 又加一句 老蕭老人家 死了 小哈哈 但是這個時候 阿村長燒 他走過 他聽到 他想去抓他 但是他又沒有這個證據 去抓他 因為他又不是指名到姓 阿村長燒 他怎麼做呢 這個時候 他走去捉住阿登 他走去說 喂 你現在侵襲了 阿人仔 他的版權 你用了他 你惡搞他的招牌 你對他最後盛的損害 我現在告你 我要抓你 然後阿登 他又看著 阿人仔 他又沒有表態 人仔在那裡吃花生 他又跟阿村長說 阿村長燒 人家原有人 他都沒有說要告我 你憑什麼要告我呢 你搞定了 你憑什麼要告我 他又沒有為我告我 這個時候 阿村長燒 他又拔了人仔 進去後巷 就說 阿人仔 只要你回頭 我就可以告他 到時 他賠錢 我分錢給你 人仔說 什麼叫做錢事 然後阿村長燒 他就說 港幣一元證 然後阿人仔 他心想 都好過沒有 還有如果不合作的話 可能我自己也有麻煩 於是是這樣 阿登 他就無端端 就莫須有 就被人家告了他侵權 要他作出賠償 以上我講了些什麼呢 大家又自己參考一下 多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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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